哈啰 大家好 瑞丸です 7周年 從1月30號正式開幕之後 來到了現在的時間點 2月27號已經快要結束啦 那麼 下一張限定卡 週年清過後的首張限定卡 也即將要到來了 這次就來聊一聊關於這一張 週年後的首張限定卡的這個話題吧 不過在這之前就先說一下 這一張壁紙好好看喔 悟空跟琪琪的婚紗罩 非常非常的棒啊 而且它會讓我閃閃發亮這樣子 有點動態的壁紙 非常的nice 那麼這邊的話我們就可以 從公告這邊來看一下啦 在1月29號正式開啟它的限定 然後3月3號結束 也就是說3月3號這個日期 16點59分 也就是日本時間4點59分 我們海外時間3點59分 這個時間點我們的7周年就會結束啦 然後按照往年的規例 週年這個時間點一結束 換到5點之後啦 就是海外時間5點也是我們 日本時間5點也是海外時間4點的時候 馬上就會把首張限定卡給開出來啦 從這個時間點我們就可以看得到啦 下一張限定卡大概是什麼時期 然後 今天已經是27號了嘛 剛才說過 那麼 以3號來推出限定卡來說的話 大概明天或者後天一高就要出來啦 老實說相當讓人期待啦 怎麼說 其實來到了7周年的尾聲啦 大家不懂有沒有這個感覺啦 覺得有點小平淡啦 沒有像6周年那樣那麼的讓人嗨起來 這個真的是有一點小微妙 明明7周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盛大 甚至3周年都極限在上來的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莫名的來到最後幾天 有點小空虛的感覺 雖然說那個Retrozone的關卡我都還沒打完 可是就是有點這樣子的那個 情緒蔓延出來的 哈哈 哇相當微妙 OK這邊的話我們這邊就 稍微來看一下吧 這兩位 欸 Virusama跟霧田小特 是在2020年跟2021年 週年之後的首張限定卡啦 然後同樣都是提數 老實說這個是還蠻巧合的 然後從2019年也就是四周年開始啦 其實四周年開始才比較正式的啦 有這種叫做週年慶之後的限定卡吧 或者說是比較有規律 嗯 其實前幾年都有啦 但是就是這幾年 中間在2018年的時候有跳掉一次 然後來到現在才比較有規律回來的 嗯 然後都是啦 五周年 Virusama 3月3號正式推出 然後六周年 霧田小特 3月4號正式推出 都是跟當年 週年慶結束的日期都是同一個點啦 這邊就大概是說一下他們的週年慶 然後我們這邊這次來看一下這兩張卡 其實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覺得啦 中年慶結束之後的卡啦 都是稍微有點小冷門 可是官方都把他的實力做得有點強這樣子 不管是Virusama或者就是霧田小特 在他們剛剛推出的階段來說 其實威力 我們單單指就是計算出來的數值的威力 都是非常非常誇張的 這兩張不管是任意一張啦 他們的攻擊力都是爆炸強 也只是因為年代的關係啦 他們都是輸在一個位置 就是防禦力稍微不足 但是火力十足 就是以這個作為賣點來吸引 剛剛經歷過週年慶的壓榨 龍獅耗肝的情況下來 逼人家抽卡 大致上是這樣子啦 我們這邊就看回這個2020跟2021的兩張 但是這次要說的就是 之前在Dragon Ball Games Beta Hour上面 那個Omatu Sang 也就是阿松 他就有說到啦 下一張的限定卡極限賬 會是我們的聖蘭達 如果我們以去年的活動來看的話 首張的這個 這個叫做首張限定推出啦 週年慶之後首張限定推出的時候 當期也會極限一張限定卡 不過今年因為 有那個船降LL極限賬過後啦 就是一個月極限限定 一個月極限LL這樣子的情況 然後在週年慶 剛剛極限的三張 四張限定卡 所以來到了這一次首張限定啦 就是這一輪 3月3號將要推出的限定卡 原本我是有考慮過 會不會出跟Begita有關係的角色 但是我覺得這一張聖蘭達 應該會是放在318賽亞人誌 來做限定的極限賬啦 因為去年是因為要極限那一張 提屬的 歷屬的布羅利的關係嘛 但是今年的話 我個人覺得這一張 Begita 他本身就是純賽類別的隊長 放在318賽亞人誌的可能性會比較高啦 然後 在之前大家 我們一直有說到啦 之前 不是有國際版 不小心露出來那個資料嘛 其中有 Wiz的那個描述 所以我在猜想 我們這一次的首張限定卡 中年過後的首張限定卡 會不會就是推出Wiz的限定 然後順便將隸屬的Virus Wiz 這張LR 滿久的LR啦 給做極限賬啦 我覺得可能性是還滿大的啦 這一張 因為這張我是沒有抽到 其實在這一次318 欸怎麼說 那個77連抽啦 我原本以為是有機會的 我還滿想要抽到它 可是就是不給力啦 這一張 威力也是相當不錯的啦 雖然說到了現金環境來看 它的防禦力是不太頂用啦 但是就攻擊力而言還是相當猛 而且它的連接跟 2020推出的那張Virus 是還滿不錯的 幾乎可以連到6條連接啦 幾乎啦 應該是可以連到這6條 除了傳說之力之外 媽媽媽 這個是我個人在做 做猜想啦 Wiz 而且Wiz的話 出來做限定其實也還滿合適的 畢竟 都說了 週年慶之後的首張限定卡 一般都是會推出相對冷門的角色啦 感覺這幾年啊 這幾年的對策是這麼個樣子啦 所以Wiz的話 嗯 也是不錯啦 剛剛好 他也是悟空跟北極大的導師嘛 順便 符合了7大師匠 這個之前我們一直在吵的東西 7大師匠 然後7周年到底會出誰 可是結果整個7周年 完全沒有7大師匠的影子 所以我在想說 應該就是 週年慶完之後 延續下一張限定卡 把那個7大師匠的梗 給鋪完 也就是我們最後的Wiz啦 因為Wiz也是7大師匠當初 倒數到來嘛 他是最後一位登場的 然後剛剛好 他也是還沒出過限定卡 順便 他能把那個隸屬的Virus Wiz 給做極限制 一切都是那麼的剛好啦 我個人是覺得 可能性 非常非常的大啦 然後他的副卡 可能就出一張悟空啊 什麼之類的 嗯 想想可能性是還蠻大的啦 大家又覺得怎麼樣呢 我覺得還算是 可以 可以 可以畫上來 按照言順來說 冷門角色 然後7大師匠 然後再加上 極限在覺醒的順位 雖然說 按照L奧的那個 極限在順位來說 應該是要到逃殺才對 可是主題上感覺是不太對得上 而且在這個時間點 出一張未來篇的卡 不是很好 我覺得 嗯 今天都已經兩張狗機大了 那麼 全球活動 出Vegito 然後再 在那個時間 玩個未來篇 把 陶渣 既藍背 立陶紅 給極限制 放在那個時期 應該也算是個不錯的 那個 活動整理啦 媽媽媽 好啦 這一次也是 我個人是猜想這一支 Wiz 那個什麼 Wiz 會出他的限定卡啦 大家 也可以 說說大家的想法啦 不過我覺得這一張卡 就算出來也沒什麼人 會要抽就是了 就算能力爆炸 大家都是要期待 3183有人質了嘛 哈哈 畢竟要出來了 而且接下來還有 劇場版的聯動 哇 媽媽媽 我已經是 被周年青給炸幹了 哈哈 這張卡老是說 期待歸期待啦 但是就是 抽卡的量 絕對是不會大啦 只是想說 已經要出來了 就跟大家來談談 聊一聊 嗯 OK啦 就是這樣子 不知道大家 現在 心情是怎麼樣的 周年青已經快結束了 哈哈 我是剛才就說到 蠻 蠻空虛的感覺 最近 好啦 欸 就是這個樣子 那麼這次的影片 就到此結束啦 謝謝各位的收看 還沒訂閱的朋友 麻煩幫忙點個訂閱 謝謝 じゃあまたねー